尼日利亞總統布哈利 指打擊伯科勝地激進組織的地區聯合行動部隊將會在月底前整裝待發 布哈利 星期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 尼日利亞將領導這支行動部隊 來自幾個輪廓的部隊 亦可能被部署打擊伯科勝地的行動 布哈利 來自尼日利亞北部 當地亦是伯科勝地最猖獗的地方 他說 在打擊行動當中取得一定進展 但並非勝利在望 克麥龍 亦為聯合部隊派出部隊 在星期二晚 布哈利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玉克 舉行會談 在會談當中 玉克讚揚布哈利在應對威脅時發揮領導作用 布哈利歡迎美國支持聯合部隊在詐德河地區打擊伯科勝地組織 布哈利正在對華盛頓進行為期四日訪問 他在星期二和美國國務卿克利會面 之後還和美國國會議員見面 並且和生活在美國的尼日利亞人 舉行一場見面問答會 謝謝 謝謝 請你們 請